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应该说是一个抄底的时间了 那在这个时间呢 所有的车的价格都已经降到位 并且它的分期付款的待遇 也已经到了非常优厚的地步了 那如果你现在不买车的话 到明年的时候 厂家调整它的生产策略的话 它的价格就会相对来说就会稳定住 或者说适度的有所提高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你就错过了一个最底部的买车的时间 所以我觉得在2019年的四季度左右的时候 应该考虑入手买车了 那么在这一年当中也有很多新车嘛 那在这个成都车展上 我们来看一些 找一些新车来随便说一说 比方说这辆车 是路虎的极光 也就是缆胜的极光 前一段时间我做了一个试驾 那这款极光的车型呢 我觉得有几个比较重要的点 一个是全新的发动机 249马力的英杰力发动机 整体的性能啊 要比过去的极光呢 真是大幅度提升了 是它现在是捷包路虎最主力的发动机 也是现在目前全球市场上 2.0T发动机里最新型的一款 那另外一个看点呢 是这车配的轮胎 可能大家比较会 看车的时候会忽略轮胎 但是其实轮胎是最重要的 是这辆车真正能够行驶和路面相接触的 唯一的部件就是轮胎 那这款车它的轮胎呢 是贝奈利的蝎子零轮胎 就是最顶级的SUV的运动的轮胎 而这轮胎有一特点 就是它轮胎的里边 你看不见啊 在它里边有一层吸音的泡沫 所以这个轮胎是一种静音的 那这样的话呢 就能够让这辆车 以非常运动化的底盘调教 那形成很好的日常行驶的舒适性 非常安静 另外一个这款车 它作为顶配的车型 它有一个比较牛的装备 就是它的透明发动机盖的设计 那在这里面 当你选择了运动模式 并且在中控上把它启动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你坐在一个上下全部透明 左右也全部透明的驾驶舱里 在开车的这个效果 在屏幕上会给你显示出来 它是什么原理呢 就是它用前面的摄像头 把路面给拍下来 拍下来之后呢 把它延迟播放 那当你的车 车头覆盖住这部分路面的时候 这个路面的这个画面 就会在你的监视系统当中 把它播放出来 所以这就形成了整个 前面发动机盖是透明的 这样的一个形式 所以在越野的时候 你就觉得没有任何视线的死角 这是这车的另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那再有一个呢 就是极光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比同类型的SUV的越野能力要更强 那这车的涉水深度是60厘米 那其实它的进气口在这个地方 所以它的真实涉水深度比60厘米还要高 另外的爬坡越野的能力 也会比同级的这类型的SUV都要更强 那有这么好的越野能力之外呢 这辆车的公路的操控的能力也很强 就是它同时把公路操控和越野两方向的 相反方向的边界给拓宽了 现在大家其实作为汽车消费者来说 生活在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 因为车变得明显要好很多 比过去的车好太多 科技方面发达 然后车的做工质量也更高 同时价格却降到了原来车的价格的只有6-70% 所以说这方面会给用户带来非常好的享受 在这个时间段 我觉得有一些比较值得考虑购买的车型 极光算是在这个展台上的其中一款 现在我们在沃尔沃的展台 沃尔沃在这次还真是有一个全新的车型 就是60 但是它发布的不是常规版的S60 而是旅行版的V60 是我个人绝掌 当今世界上最好看的旅行车之一 而且这辆车我本人也非常的喜欢 我觉得这款车在中国如果出来的话 它很可能重新掀起一波 对于旅行车的讨论的话题 而且会有一些非常喜欢旅行车的人会购买它 因为这台车确实非常的漂亮 把旅行车设计的很漂亮 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因为旅行车整体上的比例是不容易做的很和谐的 因为它后面是车顶一直往后延伸 但是你看它这个车顶 首先它制作的方式 你会发现它这个A柱特别窄 特细 一直车顶一直往后走都很细 所以它上下的比例就能够做的很均衡 另外就是它的地柱 通常旅行车的地柱是沃尔沃过去的旅行车 就是特别功能化的 平平的车顶延后 然后地柱直接下来 但是现在它的整个的地柱的设计 很注重这种美感 另外它用尾灯来把地柱收窄了 其实它整个的地柱是这么宽 但是它用尾灯来把地柱收窄之后 整个车的比例立刻就出现了一种 非常优雅的这种运动感 另外它的尾灯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尾灯 现在这个设计已经变得很漂亮了 以前的这个设计 在90车上看起来有点过于的复杂 但是在这款车上 我觉得它把它更加的完美化了 整个车尾看起来非常的和谐 而且它像两侧突出的这种跨步 那整个靠这个尾灯勾出来这个边 所以看起来非常漂亮 旅行车其实它的最大的好处是 它的真实的实用性 其实是超过一个SUV的 就是SUV的后备箱呢 很难做到像旅行车的空间这么大 这么实用 只不过就是它的相对来说 底盘是轿车的底盘 没有那么高的离地间隙 但是像V60将来也会出高底盘的 V60 Cross那个版本 所以它的高底盘的车型呢 也会出现啊 就有点像奥迪的 Oroad那种形式 它的平台跟90是一样的 都是SPA平台 因此让当你看到这台车的时候 你觉得它的体型相当大 它其实并不比一台90小哪去 而且它我觉得它的这个尺寸啊 它的整个车身的设计啊 看起来更优美 因为它比90出的晚 所以它的造型做的更好 内饰呢 我觉得也做的相当到位 而且这个座椅是这种新型的座椅啊 其实我们在XC60上出现的那种新型的座椅啊 其实我们坐在上边的时候 看起来很漂亮 坐在上边的时候会觉着 那座椅的整体的人体工程设计 坐的不是太到位 显得很疙瘩 但是到了60上 这座椅就进行了改进 那现在它的贴身度也变得更好了 而且这台车 它的座椅的运动感仍然很强 看起来非常漂亮 立体感特别强 它侧围支撑很大 然后肩部的侧围支撑也很大 然后看起来 就完全是一跑车座椅的感觉 沃尔沃的特点就是 它的内饰设计比较简练 没有那么多繁复的东西 但是它的整体感做的很好 搭配的这种雅致性特强 所以我觉得将来旅行车 在中国市场上会 销量会变大 欣赏它的人会变多 这样综合起来看 就是一款车既时尚又实用 所以旅行车在中国市场上 还是有着很好的发展空间和潜力的 成都车展上边 雷克萨斯的车呢 还是能拿出一款真正的新车 当然这新车呢 它并不是一个全新车 它是一个新的款 那就是RX RX这个车型呢 在北美的时候 一直就是说它要出一个三排座的版本 那我呢 也在洛杉矶车展上看过这车 当时呢 这个出三排座的雷克萨斯RX 在北美其实也挺轰动的 就是特别多的人围着看这辆车 那现在这台车呢 在中国市场上也发布了 三排座的RX 那其实不单单是三排座 它对外观上也做了一个 适当的一个提升 就是你看它大灯的设计改了 变得更窄 那这样的话看起来更和谐 因为它的这个大灯的线条 能够一直延伸和中网啊 能够形成一个相当和谐的一个延伸 而且现在它这个LED大灯的 主动式的大灯啊 它有非常精确的一个调节 就是特别细腻的 智能的主动大灯的一个照射的调节 那另外就是它的新的中网的设计 这个仿锤型的中网呢 它中间的这个图案 改成了这种鳞片状 上面这部分啊 它上边的图案和下边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虽然它的中网是一体的啊 但是里面的这个图案呢 产生了一个区别 所以它呢能够让你感觉到 既是一个整体的中网 又是分成两部分 有上面的部分和下边部分的这个区分 那这是一个细微设计的变化啊 当然最主要的还是灯的改变 灯改的特别细长 显得特别的妩媚那种感觉 那我们来看它的这个后边的这个车身啊 它就是大幅度的向后延长 所以它的这个整个车身的后边呢 非常的长 后旋锤超级长 它为什么要这么延长呢 就是为了增加第三排座 所以使这台车的整个轮廓发生了变化 就是这这车现在看起来更像一个旅行车 而不是一个SUV了 或者说你感觉它有点像一MPV和SUV的一个混合体啊 有点跨界的感觉 那加长了之后的第三排座有什么好呢 是不是临时就是一个加二的座椅呢 你从后边就可以看一下 它对第三排座到底有多关注 那当我们打开它的后备箱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看到 它留有足够大的进身 这进身呢 大概有40公分的进身 所以你在这种情况下 也可以在后边装下足够 足够一个空间来让你装下这个行李箱 竖着放 可以放一个相当大的行李箱 它有多关注它的后座呢 我们可以看到 电动调节的第三排座 它为第三排空间提供了独立的自动空调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是 你可以看到 它对第三排座的这种关注和照顾 这是真正的第三排座 拥有独立的自动空调 和完全电动调节的 座椅靠背的折叠 相当豪华 那现在就看一看 它这第三排座我也没进去坐过 我想试一试它的第三排座的空间怎么样 这辆车呢 是六座的设计 所以它是第二排是独立的座椅 你看这座垫多厚 惊人的厚 而且这个座垫的调整 也是很全的 可以前后调整 也可以折叠 非常方便 你看到了第三排座上 你可以看到我的右腿基本上是满了 已经碰到 挨到前座椅的靠背上了 但是左腿呢 不太受限制 因为它的中间是一个六座车 它有一个很宽的通道 所以那腿可以放得很轻松 甚至往前伸 伸直都可以 同时这座椅的材料 我觉得皮质非常细腻柔软 你坐在上边的时候的舒适感也很好 但是有一点 就是这车顶有点低 它向下滑很低 所以当我要向后躺 让我的头靠在头枕上的时候 头顶的前部会挨到车顶上 因为它车顶你看 这个地方是腾出来了 一个头顶的空间 两边都腾出来了 但是它到这的时候 它必须的还是得变厚 但正常坐在的时候 你会发现 头顶的空间还是可以的 虽然这个后排的空间呢 无法和前排相比 但是呢 我感觉啊 它已经能让 三个一米七五的成年人 纵向的都能够落座 我觉得这个第三排座 已经对这款车来说 已经可以 已经达到它的极限了 在车的内饰板上 采用竹木 是雷格萨斯的一个创意 别的车型上 没有采用这样的配置 那这是日系车的一个特点 就是竹艺在日本的传统工艺当中 是特别受重视的 是很高端的 这个竹子是坐到汽车的内饰里边 会显示出很高雅的这种 很有文人气息的这种感觉 雷格萨斯的混合动力的车型 有一个特点 就是这个RX 它这发动机排量很大 3.5升自然吸气 再配上混合动力的 所以这个雷格萨斯的车型呢 由于它在丰田体系的混合动力 做的是世界上最棒的 所以它的混合动力呢 往往会给你带来更好的性能体验 所以这款呢 强调的是SUV传统的那种诉求 就是毫不费力的动力表现 非常轻松和舒适 特别平滑和顺畅 这是雷格萨斯的一个主要的特点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觉